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ag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本地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昨天澳洲股市是终于迎来了过去几周以来难得的一个大涨 在银行股普遍上涨超过2.5%的带动之下呢 澳洲股市最终收盘是成功的上涨了1.6% 爬回到了过去5750点的这个平均价格 中国方面呢 昨天虽然上海和深圳有所上涨 但是整体上来说 目前价格依然是在价格底部附近 上证指数上涨0.4% 收盘收在3153点 深圳呢 是上涨0.9%左右 但是呢 目前价格也都在10200点左右 依然是处在呢 这个我们说到是股灾以后的一个偏低的价格 欧洲方面呢 和美国方面 昨天呢 则基本上呢 是有轻微的下跌 美国三大指数啊 总体来说呢 跌幅大约是在0.1到0.2左右 但是呢 纳斯达克因为是这个苹果股市股票的反弹 昨天是上涨 0.7% 黄金价格呢 昨天是维持在1270附近 而石油价格呢 则有轻微的上涨 目前是接近于47美元 那么在今天 我们重要和大家说一下的这个热点话题呢 就说一说澳洲经济 咱们说到的呢 就是现在是同行不同命 虽然是同为奶粉股呢 现在这个贝拉美和之前我们说到的麦高 成为了不同投资者的不同选择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几天咱们说到过 曾经是说到过澳洲奶粉股呢 提到过麦高 那么在今天 我们又说到另外一个澳洲的奶粉股 贝拉美 贝拉美昨天呢 是被停盘了 那么呢 停盘 关键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话说呢 在两年前的时候呢 当时 大约是2014年的年底 两年半之前 澳洲的两大奶粉股的神话传说 包括了贝拉美 以及A2牛奶正式的开始了这个上市 贝拉美呢 从一块钱上市 这个A2奶粉呢 是从两毛钱开始上市 那么贝拉美呢 在一年半的时间之内 从一块钱是疯狂的上涨到了16块澳元 16澳元 涨幅高达了这个16倍之多 A2奶粉呢 也从这个两毛多钱呢 上涨到现在的真正是三块四毛钱 涨幅呢 更是达到夸张的17倍之多 但是呢 好景不长 贝拉美奶粉从16块钱的高位呢 是一路下跌 在三个月前最低的时候 仅仅只有不到4块钱 但是A2奶粉目前呢 依然是在创新高 节节创新高 所以说呢 这两个奶粉呢 包括 我们说到了 除了这两个奶粉以外 另外一个奶粉 就是咱们说的德韵 也就是麦高 那么这个德韵呢 它的运气是非常的不好 三块钱上市 现在仅仅是只剩下了30% 这三个奶粉呢 是同行不同命 差别是极其之大 这到底呢 是为什么呢 咱们之前说了很多原因 暂且不说 今天我们着重 先来说说这个贝拉美 贝拉美昨天是正式停盘 公布呢 它的这个增股计划 它准备增发大约是6000万澳元的股票 用来呢 融资 以收购呢 一个持有中国奶粉和食品进口牌照的企业 那么它如果能够成功的收购这个企业之后 那未来呢 将会呢 拥有呢 进去中国可以正规合法销售奶粉的渠道 我们知道贝拉美之前价格从16块钱调到4块钱 三大主要原因 第一 中国的牌照搞不定 第二 就是因为呢 库存太高 第三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个高管CEO的动荡 那如今在昨天的公告中 CEO的筹新计划已经被啊 正式的定下来 中国未来的牌照问题 如果这次融资 融资顺利 也可以搞定 同时也说到他们现在的库存正在减少 看上去呢 都是好消息 但是我要这儿 跟大家解释 简单说一下正面和反面 我们知道呢 任何一家企业 它一旦融资 意味着呢 它将会稀释原有股东的股权 也就是说 原有的股价将会下跌 比如说 我们知道在这个周 应该准确的说上周五 上周五停盘的时候 它的股价还是五块七毛多 这次它公布的融资计划呢 这融计划融资的价格是在四块七毛五 这巨大的一块钱的差距呢 毫无疑问 在明天 这个贝拉美开盘之后 势必会造成股价的下跌 那基于它什么时候能够起来 我们谁也不知道 但是呢 我相信如果它能够搞定牌照 同时消化掉现在的库存 那么以现在贝拉美的市盈率来说 相对于A2奶粉 它依然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因为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它是在盈利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赚钱的公司 那所以说 相比说德运卖高 它是一个亏钱的公司 赚钱和亏钱 就反映在股价上呢 就是一个涨多涨少和一个呢 跌多跌少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知道呢 同为一个奶粉股 澳洲三大奶粉 走势命运完全不同 归根结底呢 还是由于其很多的自身原因 所导致的 那么很多朋友除了关心奶粉之外 也问到了这个澳洲其他的股市 澳洲股市在最近的几周呢 表现非常之差 是发达国家里面表现最差的 没有之一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澳洲股市啊 存在两大主要板块 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权重权重板块 那不像中国或者美国 它这个科技布局比较均衡 澳洲呢 主要就是靠的是 之前是矿业 现在是金融业 成为它的第一大板块 那么矿业自然不用说 虽然它从以前的亏损 转化为现在的盈利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的盈利 是建立在大幅缩减开支 和大幅缩减目前的营运计划 成为代价的 而且我们看到了 这个铁矿石价格 目前还是在400块钱 420块钱左右 距离三月份高点的700多 差得还远着呢 这么一来的话呢 你说这个矿业股 现在股价要回到三月份的高点 看似还是1157 那么另一块 为什么银行股也下跌呢 我们知道在最近的半年之内 澳洲监管机构是频频出手 监管道呢 严格的限制住了 这个投资房的炒作 目的就是 把目前过热的楼市呢 降温 但是楼市降温之后呢 虽然从政府的层面说 完全没错 但是银行 也是呢 这个有苦说不出 我们知道作为澳洲四大银行 最大的资产 就是来自于他们的抵押 房屋抵押贷款 房屋抵押贷款 占据他们所有资产超过50%以上 那么这么一来 实际上银行就成为了半个房地产 不论是房地产商也好 还是房地产的业主也好 房产价格上涨 银行股价就上涨 房产价格下跌 银行的股价也会因此而下跌 因此我这么说 大家就非常明白了 如果觉得中长期 如果澳洲的房价能够涨 那么我相信银行股在未来长期来看 依然会上涨 但是如果大家想赚快钱 在近期 我说的可能是六个月到一年时间之内 澳洲的房地产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厉的监管 那也就是说 银行股的价格 它的股价也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这个就是目前短期的情况 那么接着咱们今天来看一个产品 说的是澳元和美元 为什么说这个呢 我们知道从这儿滑上去看 6月6号到现在大概是10天的时间 澳元就在上方0.7570 到下方0.7520 这上下50个点上下来回 并没有上涨或者下跌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一旦澳元冲破目前的长方形的波动区间 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入场 无论是卖空 还是冲破之后买涨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交易机会 因此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当澳元冲上了0.7570 或者是跌破了下方0.7520之后 进场交易 那最后呢 投资者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石油方面 是12点30分 美国原油储量数据 那10点30分呢 是美国的通胀数据 也是一个大数据 那但是关键的关键 是明天早上 也就是周四早上凌晨4点钟 美联储的美元利率决议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超过9成5的机会呢 美国将会第二次加息 好 那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